先麻煩你帮我拿著健保卡 醫師透過視訊 請患者提供健保卡 做身份的驗證 指揮中心公布12號開始 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 以及居家檢疫這三族群 只要快篩陽性 經由醫師視訊看診 判定就可以算確診 但這樣的人大概有32萬人 視訊看診之前 有四個步驟要先做 民眾要先在判讀陽性快篩檢測卡夾 寫上姓名以及檢測日期 再來將檢測卡夾以及健保卡 放在一起拍照上傳 最後視訊的時候 要出示快篩陽性檢測卡夾 但是問題來了 這真假怎麼判斷 感染科醫師黃建前表示 視訊診療對於年輕人比較方便 但對65歲以上長者來說 不擅長使用3C產品 視訊診療 領藥恐怕是一大困難 專家黃立民更擔心 這波疫情對長者來說 轉重症的風險提高了 專家明確指出 在確診第五到七天 是病情惡化的轉折點 對有慢性病或年長者高風險病患來說 一定要特別自我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每天確診日增五萬人以上 每天視訊看診需求人數 將會有上萬人 中央希望消化急診室狂塞的壓力 但沒有足夠的醫師做視訊看診 專家擔心反而會延誤民眾的病情 記者陳選白 王一仲 台北報導